喂 專家 喂 雖然隔了兩個星期 但其實這個節目還沒結束 貧林倒閉的邊緣 我們又爬起來 我看到有聽眾留言說 我們終於倒閉了 對不起 令你失望 實在令你失望 我們居然死不去 死不斷氣 就是我們這些人 倒閉不了 有原因的 為何這麼久沒有錄音呢 就是因為小弟開了學 所以開學 初初比較忙 開了學一個星期再去了一個短的旅程 去了美國的華盛頓首都 希望在首都那裡 如果大家有聽過 美國其實是一個很出名的聖經博物館 在華盛頓首都Museum of the Bible 小弟就有幸去了這個博物館 稍後有機會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裏面有些甚麼 先整理了 沒錯 因為照片拍了很多 其實裏面真的有很多東西 所以要給我一點時間 分析一下 再看看如何 我們今天很搞笑 今天沒有一個單一的主題 原因就是沒有時間預備 都是薄粥的 都是薄粥的 所以隨便說些東西 找些東西說一下 有幾樣東西要說的 第一樣是先報考古新聞 先報考古新聞之前 本來打算找數字的 上次說說一下名字的 但我很想說 誰知道就不夠50個留言 沒錯 好像10個留言都可以留言 都沒有 失敗 有個觀眾說成五十 奸謀不算 不可以這麼難的 你一個人打成五十 不等於有五十人在你後面 你幾大都要找49個朋友一起留言 這樣才叫有誠意 甚至自己多開49個帳戶再留言 沒錯 平均開一個帳戶 我想十分鐘 49個帳戶 我想搞兩三天應該都可以 那我就看到你的誠意 看到你的誠意就開估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開甚麼估 你只是想知道名字有甚麼吸引力 我不知道有甚麼吸引力 最後可能都是一些很無謂的東西 根本就是 沒給大家這麼大的期望 一直吊著人不開估 無論如何都不說 確保起碼每一集都可能有一個半個觀眾 會繼續聽下去 又會有一個半個話題可以說 沒錯 也好 不用想得那麼辛苦 只要這樣說一下都可以說半個小時 好貴智 大家努力了 如果想聽的話 就繼續去留言 找你的朋友親戚 子女 甚麼都好 每人留一個言 那就有機會了 但現在是沒有的 第一樣 這個星期又不是很多 跟考古有關的東西 但有一件事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特別的 那就是這一個 在Harritz 即以色列的 我們稱它為國土部 Harritz Harritz Harr is the 即是英文的the Harritz 就是地 Harritz 以色列的地步 都中了八成 那這個報紙 它報導了甚麼呢 就說一個 這個叫做 蝕形文字的發言 泥板的發言 它就說在伊拉克那裡 有兩塊蝕形文字泥板 裡面就是Amorite的language 如果沒有記錯 在我們聖經裡面 那是他們的語言 但是在他們的語言背後 考古學家就去到 不是考古學家 應該說這些語言學家 就分析到 它其實是希伯來文 那就厲害了 那為甚麼有這麼厲害呢 首先這兩塊泥板 是打這個波斯灣戰爭的時候 就藏起來了 那到現在才重見天日 然後呢 學者去到翻譯到之後 發現裡面有早期的 希伯來文的一些的 線索在那裡 其實簡直是 發音跟希伯來文是一樣的 他說是3,800年前的文物 即是說希伯來文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那個時代 那有甚麼那麼重要呢 其實在說3,800年前 即是甚麼時間 視乎你怎樣看 以色列人出埃及 其實有機會是出埃及前的事 明白嗎 那出埃及前就厲害了 即是亞伯拉罕以撒亞國的年代 其實因為我們不知道 亞伯拉罕以撒亞國說甚麼語言 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的聖經學者都會認為 其實出埃及的故事 其實出埃及的故事 都介乎在一個叫做 信史和史前的位置中間 因為裡面的描述 還是很有傳奇的色彩 我這樣說很客氣 其實有些學者會認為出埃及的故事 都是假的 即是都是虛構出來的 都是一個文學上面的表達 但是他們會這樣說的 他們現在會說 這個故事能夠被這樣塑造出來 起碼在一個群體裡面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記憶 即是大家一起經歷了一些事情 然後經過年日才慢慢塑造一個這樣的故事 所以他們不會推翻整個出埃及故事 都是假的 都是虛構的 不是 他們說背後有一群人 經歷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後來他們寫下來的時候 就會戲劇化了它 加了一些元素 令到故事更加精彩 Anyways 回到這裡 我們知道 原來希伯萊文的發展 是早了很多 即是有機會在阿伯拉罕以西亞的年代 已經有希伯萊文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挺震撼的圖畫 另外呢 即是有幾樣可以知道的 就是 蝕形文字 原來就可以代表很多語言 過往我們去看的時候 會覺得 即是它這裡都寫了 蝕形文字 可以是阿卡德文 蘇美爾文 以南文 亞蘭文 烏加列文 現在再加上有希伯萊文 甚至乎其實有埃及文 肯定有埃及文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以前的這些語言 很多時候都是以記錄的發音為主 所以你把發音拼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讀那個字出來 就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現代 即是你可以去學阿卡德文 你學這個 蝕形文字 你可以寫自己的英文名 可以用蝕形文字寫出來 是可以的 那就可以讀出來就可以了 現在就加上希伯萊文 我自己都覺得蠻震撼的 因為沒什麼預備 就要講一下自己的學校讀書的功課 剛剛學校那裡 我有一堂 其中是講聖經地理 聖經地理就講到 以色列地其實就是 英文的Terms 叫做the land between 即是在中央 在很多東西中間的一塊地 其中一樣就是在古代的文明中間 你去過博物館 你會看到我們那個三葉草圖 即是有歐洲、亞洲、非洲 在中間就是以色列地 耶路撒冷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買那件T恤 我們找設計師 真的很厲害 手畫設計了一個三葉草圖的圖案 在一件繡花T恤上面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對呀 所以就 很厲害的 對呀 嘉賓設計師更厲害 下次可能要找他上來訪問一下 對呀 分享一下這個T恤 對呀 對呀 但又好像只說這一點又不夠 要想多一些東西給他說 哈哈 遲些再想 對呀 說回這個三葉草圖 他講到以色列地在不同的文化中間 在不同的氣候環境中間 去過以色列我們會知道 北面是多些雨水 東面近這個 近這個 尤耶 近這個 地中海地區 就比較多雨水 但去到中部的山區 就是這個分水嶺 中部山區過了 向西邊 即是摩亞地 尤大礦野 就少些雨水 然後你向南邊 這個 別士巴的地區 又是少些雨水 所以他在氣候的中間 最後就是在古代語言的分佈中間 即是希伯萊文 可能在以色列地 但在北面會有 亞蘭文 客人的語言 剛才我們說過的 亞卡德文 蘇美爾文等等 在南面會有埃及文 我們看到這些文化語言 大家都有互相影響 有時會借 有些字會借過來 例如 其實現代我們也有的 我們有一種飲品 我們叫可口可樂 但其實你問一個清朝的中國人 你跟他說可口可樂 他是不會明白你 你描述著那個飲品 究竟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那個字是英文 我們借過來 我們在聖經的語言 也會看到 這裡看到特別的就是 希伯萊文 或者用涉形文字寫了希伯萊的語言 今天考古新聞就這麼多 專家 有鑑於你應該快要去以色列 你應該有團要帶 是嗎 最近去土耳其 暑假就有以色列團 其實香港的弟兄姊妹都跟 夏達華快要到三月初去以色列 對呀 有些團也會很好奇 會不會有些 stay behind的日子 他們自己會怎樣 plan好呢 有沒有什麼好介紹 專家 stay behind 我也有人問過 我幾次關於去以色列 如果我留內一點 有些什麼好看好玩的 我都想了幾樣 我覺得這些是 去到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要是博物館 要是有個地方有特色 那樣都可以幫到我們更加明白 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地 因為我們的團 夏達華搞的團 特色就是我們的住宿 在耶路撒冷在舊城的城牆裡面 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走到去看 而最近的酒店 其實有一個博物館叫做 大衛塔 Tower of David的博物館 首先就是這個地方 跟大衛是無關 第二就是它不是一座塔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名字 其實這支東西是中世紀的時候 那些十字軍認為大衛的城堡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們來到城 就覺得大衛的時期都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認為大衛的城堡在這裡 他們就改了這個名字 Tower 即是一座城堡 不一定是一座塔的一個城堡 即是如果你去英國 Tower of London Tower of London 是一個城堡來的 就不是倫敦塔 這裡一樣 Tower of David 是一個城堡的位置 這個博物館裡面的文物 沒有什麼考古文物 但是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房間 有些空間 它去展覽的主題 就是圍繞耶路撒冷城市的歷史 本身的建築物 也是一個耶路撒冷城堡的地方 但是就是中世紀 就是城堡起好之後才出現 就是十五世紀 耶路撒冷本身 整個範圍都是有古代的歷史 這個城堡的位置 其實坐落在哪裡 在古代 或者我們有興趣一點 就是我們知道聖經時代 究竟是 或者不是聖經時代 或者是新藥時代 究竟是有什麼建築物 在這個位置 那就重要了 其實這個所謂大衛塔的位置 底下就是 大衛律的皇宮的所在位置 嘩這個厲害 在這個城堡的護城河的其中有一塊 考古學家找到有一排的樓梯級 就是那排的樓梯級 就是那排的樓梯級 就在那個基石那裏 就是刮出來的 相信就是希律的泳池 就是大希律的皇宮的泳池 就是在這個地方 嘩 大希律的皇宮 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 有一個意義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主耶蘇 受比拉多的審判的時候 比拉多當時很有可能 就是住在這個希律的皇宮 因為希律當時已經掛掉了 希律的兒子 羅馬就沒有給他們 跟父親同一個等級 把希律的猶大區域斬開了幾份 而耶路撒冷就直接 有一個巡苦去統治 我跳了大堆歷史 但是到了耶穌時期 總之這個巡苦就是比拉多 所以耶穌受審判的時候 就很可能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現在看著那張照片 旁邊的斜斜的邊的位置 其實是希律時期到現在 希律時期就行了 真的有三座塔 這三座塔 希律按著他生命中 三個很重要的人去命名的三座塔 一個是菲蘇他的好朋友 對不起 菲蘇是他的哥哥 另一座塔叫做Hippicus 就是他的好朋友 最後一座塔叫做Marianne 就是他老婆 這三座塔 其中中間這一座塔的地基 還保存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知道希律的皇宮 就是在這裡附近 好了 說回博物館裏面 我看你現在在看這些照片 這些有很多模型 很多一些圖畫 這個博物館的展覽 其實就是把耶路撒冷的歷史故事 由最初 這個 他去到大衛的時候 大衛的時候的耶路撒冷 一直延到現代的耶路撒冷 這個歷史 我自己覺得很好 因為去以色列 去耶路撒冷 他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館 但不會有一個地方 是這麼清楚 仔細 將整段 耶路撒冷的歷史 一次過告訴我們 所以我自己就很推介 他還有一個很highlight的位置 是他會有一些show 我記得我們去團的時候 晚上有一些空檔的時間 我們就會去買張票 入場去看他的night show 他的night show 其實主題都是圍繞耶路撒冷的歷史 不過是有投影、燈光和音樂 沒有人說話 我以前去他就有派一張紙 告訴你每一幕代表歷史 因為實在太久沒有去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會派這張紙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就沒有 看到一頭無水 說什麼呢 現在這塊是什麼 為什麼圖畫是這樣的 說什麼呢 不知道 後來熟了一點 加上看過一次有一張紙 就明白 知道他每一幕相對的是什麼 現在近五、六年 就很流行戶外大型的投影 就是投在牆上 投在建築物上 但你眼前看到這個大衛塔 這張紙是差不多二十五年 二十幾年 是有二十年 肯定有二十年 歷史 但是到我今時今日去看 我都還覺得他漂亮 設計得很好 真的 一點都沒有那種 覺得舊了 這些科技 完全沒有過時的感覺 沒有 完全沒有 反而我最近去了 我對上一次去以色列 去了另一個 又是這樣的night show 他又噴火又噴水 真的很大排場 但那個我最相信 半年後已經不會有人去看 除非他轉了個故事 我那次不知道 我跟我兒子和老婆去 坐下一行 然後他到最後 他噴火 那東西 啵啵聲 然後坐下一行 又水又火 感覺是 我以為有沒有燒焦了頭髮 那種熱力是感覺到 如果大家在耶穌撒冷 有另一個night show 就在大衛城 不是大衛塔 我們現在說大衛塔 剛才我提到大衛城 City of David 那裏有個night show 那我就極之不推介 又貴又不好看 現在這個地圖 City of David 他把那些影像 投在area G的大衛王宮的湖土牆上 然後又貧火又貧水 總之就是 不要去 不要浪費 不要說別人不好看 你倒別人是米的 可能別人覺得好看 他這個故事很弱 我會覺得你說述一個故事 你有起乘轉合 我去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剛剛轉了新故事 那這個故事 我也不介意在這裏 我們劇透 雖然劇透 劇透 是會死全家的 但這個不重要 我預計大家不要去 先勸大家不要去 不是 那個遺跡的景點 考古全部都值得看 是這個night show 真的不要浪費錢 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 故事就是講述 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年代 他就說 我們現在就在波斯人的壓制下 各一開始就說他們在波斯 然後三句不是兩句 他整個show 我想20分鐘左右 25分鐘左右 然後就說 我們現在回到以色列 然後就說 好了我們現在重建耶路撒冷 一開始說的故事都OK 重建到耶路撒冷 最後就說 好了我們建好耶路撒冷 建好聖殿 我們要憲制 我們要慶祝 然後show就開始噴火和水 然後就完了 噴火和水 然後就完了 什麼都沒有說 然後我們說 我是嗆了嘴 就是這樣而已 是呀 我兒子就很開心 他就覺得很興奮 噴火吻仔 好過癮 然後就說 但是下次不要坐第一行 因為感覺好像 聞到那些電油味 是呀 是真的 所以就 就 衰點都是那句 就 不要去啦 沒有什麼不要去 等他下一輪 可能有些好一點的節目 畢竟我們的團友去以色列的時間都很有限 其實可以選擇精選一些有意義的活動 例如剛才我們說的Tower of David 大衛塔 這個叫Night Show Tower of David 沒有記住Tower City of David Tower 沒錯 還有 舊城裡面 我記得早年 好像第一年跟你去以色列的時候 有去過 這個會堂的 猶太會堂 猶太會堂 是的 猶太會堂 舊城裡面有好幾個猶太會堂 我們上一集說這個 Yohanan Ben Saka RBZ RBZ 拉比的時候 其實他的會堂在舊城裡面 不過如果大家時間有限 我就不建議 時間短 但又想看會堂 又想看最美的 最好就是去一個叫Hurver Synagogue 湖啞會堂 湖以啞會堂 東正教育 這麼搞笑的 Google的名字叫東正教育 我明白為什麼 因為它是Orthodox Orthodox的字他譯了為東正教育 他譯了 Orthodox Jewish Synagogue 其實就是一個正統猶太教 因為Orthodox的字是正宗的意思 跟東正教沒有關係 大家記住 是猶太教會堂 這個猶太教會堂 這個位置大家應該有印象 很多時候 我們的團團都會在這裡集合 一起在這裡聊聊 吃午餐 這個我覺得在舊城裡面 其中一個活動我很喜歡做 就是我們叫People Watching 就是看人 看人走來走去 看這個人看那個人 很好玩的 而且他一邊走來一邊說廣東話 他又聽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不是說他壞話 但是可以描述一下 大家形容一下 我們叫做 就是在香港你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在香港你看著那個人 哇你看看那個人走過 然後他就會瞪著你 看什麼 然後可能他會打你 我現在身處紐紐納更加不行 看多眼都被人罵 但是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是很OK的 他們不是很介意 我想因為地方遊客始終多 所以在那裡可以做 People Watching的活動 那個剛才的廣場 其實廣場叫做Herbert Square 就是剛才外面的空地 其實是按著會堂命名 所以這個會堂幾乎是一個 地標性的建築物 他還有一個金燈台 以前不是在這裏 這個金燈台經常都搬 有空就動一下 希望他放在這裏 就是最後一個位置 久一點 一直都是放在這裏 是的 我記得以前走下去西牆的樓梯中間 很多人在那裏看 然後搞到那條樓梯塞車 塞車 好 會堂裏面 又有照片看 其實不用我們自己拍 以後還是按Google 會堂裏面就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 我們叫做 這個叫做 糟了 想不到名字 阿什卡納斯 阿什拉基 阿什拉基 派的猶太人 的猶太會堂 中間有座位 中間有突出 升高了平台 其實是叫做 便媽就是獨經的台 在獨經台上 有一張斜的台 就是在安息日的時候 就會拿出經卷 那經卷放在哪裏呢 就是現在這張照片 拍著正前面 有一個很高的櫃 這個櫃就是一個經卷櫃 那猶太人叫做 Torah Ark 那個Ark 那個字其實是約櫃 同一個字 裡面就擺放經卷 在安息日就會拿出來 然後就讀 平時就有些 平時有些猶太的 可能有些 Yashiva的學生在那裏讀書 在那裏讀 在那裏讀 研經 或者會有祈禱的時間 也會有人在那裏讀 這個會堂的名字很搞笑 Herva 在希伯來文是 Destruction 即是破壞 原因就是 同一個會堂 其實被破壞了三次 每一次以色列 和立國的時候 或者跟周邊的國家有打仗的時候 在歷史裏面 這個會堂 往往就不知為何 就第一次被人砍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目標比較大 一個白色的圓頂 很巨型 很遠都能看到 所以 以前一下子就炸了 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時候 你現在眼前這個建築物 是未建好的 當時 只是炸到剩下一棵牆 加一個圓拱 你現在看到 可拉櫃後面的部分 那些牆是原本的 然後有一條界線 有一塊塊的 在上面那些 就是生氣了 即是它原本 後來第二次去就已經建好了 這個會堂 就是要付錢進去的 其中一個最值得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走到上去會堂的天台那裡 然後走這條旋轉的鐵樓梯 就走上它那個鐵造的鐵騎樓上 沒錯 最出名的就是這個鐵騎樓 可以圍繞著會堂的頂 走一個圈 因為它在舊成 這個圓拱就是登年的狀態 首先這張照片 這個嗎 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以色列的時候是這樣 嘩 難得很徹底 這麼搞笑的 它這張照片是2021年 肯定是2021年 那張照片在那時候上載 2004年 差不多 以前去的時候 已經很久了 20年前了 對 所以現在已經建好了 因為它在舊成裡面 即是在猶太區裡面 算是高的建築物 所以它走到鐵騎樓那裡 是可以看到 所以就用了一個很漂亮的角度去看 這個城市 是的 還有我記得 好像 是不是早年的時候 你去以色列 參觀一個會堂的時候 響警部 然後你躲起來 是不是在這裡 沒錯 人生第一次入房東 那年是2011年 好像是2011年 剛好這個加沙 當時是比較嚴重的一次衝突 那 以色列那時候是說要派兵進加沙 準備進去的了 在那邊有很多飛彈火箭射出來 然後以色列就在防空警部 然後在防空警部 全部人都要躲進去救城 不是躲進去防空洞 那當時我就加入了一個 這些tour 就是有一個導遊帶著我們 在參觀這個會堂 然後突然說 各位 我們現在要下去留下地露了 這樣 又下了地露了 這樣 轉到就沒事的 就是那個飛彈 不是在這個區域附近 只不過近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舊城以南 不知道九公里 差不多的地方 其實那個氣氛是怎樣的 當時他們 我們香港人通常都害怕聽 哇 糟了 又有飛彈飛過來 總是覺得會債重自己 但是現場的氣氛是怎樣的 可能他們覺得 都沒有什麼 總之大家入了防空洞 就安全了 還是都混亂了 我印象中是不混亂的 大家都是很整 怎樣說 他們可能覺得很閒事 很有秩序 很閒事 下去了 就一起一個個走下去 我見過在其他城市 可能在近些加沙地區的城市 是會比較緊張一點的 因為他們由響防空警部 去到那支飛彈真的射到下來 那個時間是短很多的 耶路撒冷有幾分鐘 即是由防空警部響到那支飛彈真的到 有幾分鐘 所以那個威脅就低一點 所以我那支飛彈就 氣氛都很凝重 但就未至於是 哇 大家不是蠻頭烏鷹周圍中 不是的 是很知道要做些什麼 每個人走下去 說開 因為最近 也有些報了我們團的朋友去問 以色列現在狀態好像不太好 聽到新聞又 又殺人又成 是怎樣的 國家正在控制另一個國家的地區 我用這樣的語言 免得罪人 尤其是我們知道西岸和巴勒斯坦 以及加沙的地區 是巴勒斯坦的地區 他們自然就會有一種反抗的情緒出現 定期 我覺得每隔兩三年 就會來一次衝突的事件 衝突可能最初是 某些人說了某些說話 或者是政治上的事件 例如今次在以色列 就是新的政府成立 就是一個史無前例 內塔尼克胡是跟極正統的猶太政黨談好 很友善 但要談到他們願意合組政府 我想中間有不少金錢上的討論 在一個新的政府成立的大環境下 對加巴勒斯坦的一些抗戰分子會趁這個時候出來 大家看到新聞的那些 零星一直都有 不過這次的行為比較誇張 如果你有看新聞 他們衝進猶太會堂中殺了十多人 有一個槍擊案 有一個這樣的狀態 以色列很有機會去還擊 然後還擊後就會引來更多反抗的恐怖襲擊 以色列又再還擊 永遠都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但作為遊客 我們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恐怖分子的目標都很清晰 他們不會去襲擊遊客 當然你不要去一些有危險的地方 例如你不要去袈裟 沒東西就不要進去 那些情況 你會知道自己去哪裡 其實作為遊客 相對地不會太過危險 其實這也是一般人對以色列的誤解 會覺得中東地方等於危險 等於有暴力行為 但是我們這麼多次去以色列的經驗 其實就不是這回事 甚至乎當地的人 他們說是有恐怖襲擊 但是他們是有目的地去攻擊某一堆的人 當然我們當然不是攻擊我就可以 但是自己也要小心 而且又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危險 是很安全的地方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看的新聞是很表面 是很片面的 最吸引大家的看 因為新聞一定要說到最嚴重的情況 表達到最誇張的狀態 大家才會看 才會留意 所以很多時候在以色列層面 可能他自己國家的新聞 已經有一定的狀況出現 去到國際新聞又再升了一級 然後要由國際新聞 能夠翻譯到中文在香港報導 通常十居其九都是最嚴重的情況 我們看來看去都是這些 久而久之就覺得以色列真的很嚴重 整天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自己要 你要明白背後有這樣的狀況 你就知道新聞背後有這樣的狀況 那就自己想清楚 當然不是完全安全 100%安全 你沒有問題 我從來都不會這麼說 我想你去哪個國家 你都不能抱著這樣的心態 小弟在紐約 紐約就更加明顯 我在這裡被人開槍殺死的機會 絕對高於以色列 當然不希望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你也要帶一支私家槍出去 看來 還沒有 要考槍牌 很多牌要考 車牌 槍牌 大炮牌 打獵牌 打獵牌 打獵牌很棒 可以想我 無論如何 說回這個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危險 去完康法仙利角 還有一個我記得有去過的 是否叫博物館 不可以叫博物館 即是紀念館 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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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猶太人的大屠殺 剛好早前兩個星期 還是再早一個星期 就是大屠殺紀念日 對 就是剛剛那個槍擊案 就是簡正在大屠殺紀念日發生 是 這個地方也很特別 我記得我們去的時候也是 叫團之後的時間 以前我很記得我們在耶路撒冷的行程裡 就有這個 這個地方 名字的意思是紀念那名字 就是在大屠殺裡面喪生的 600萬猶太人的名字 這個地方 以前這個團道會有的 但是其中一個問題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大的衝擊 就是你站到進去 你不能夠想像 我們人類 是可以做出一些 這麼邪惡的事情 就是小朋友 就被送去 集中營 就殺死了他們 所以 未接觸過猶太歷史的人來講 第一次去到這個地方 衝擊非常之大 所以我記得在團中間安排的難處 就是看完這個之後 很難去下一個景點 下一個景點 我們看什麼呢 下一個景點 所以 所以 後來 在團的行程裡 就拿走了 讓大家自己去 就是你有空餘的時間 你自己去自己去看 那就好一點 就是在團的 流程安排上面就好一點 當然也很推介去的 我記得 當時我帶著兒子 所以他不讓我們進去 他說 怕小朋友 應付不了 第一 第二 就是他們認為 其實這個地方都是一個 一個墳場 一個墓 就是他們的看法 所以小朋友都不讓進去 但是我記得那個故事 整個建築物的設計 各樣都是很有意思 講到那個建築 我記得我之前去的時候 之前又特意去看那些 他建築設計的風格 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很多時候我們去這個 關於大屠殺的歷史 我們一看就是很絕望 我記得剛好昨天 大家同工 下午的時候 就看了一些波蘭的東西 波蘭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集中營 進去是充滿著那種 蜜蜂著那種恐怖 那種在死亡邊緣 那種氣味 那種死亡的氣味 但是這個大屠殺紀念館 它是有這些歷史的 它告訴你一些 譬如是生還者 他們說回那件事 或者一些 關於歐洲那邊的歷史 發生過什麼事 他們有些人親自描述當時 有些照片 但是他從建築的設計上 他告訴你 從頭到尾 整個建築的頂 都有一條柱光 那條柱光 就告訴大家 我們猶太人 雖然有一些很慘痛的歷史 但是 從頭到尾 我們都有一線的希望 是上帝給他們 有這樣的希望 直至到今天 他們仍然生存 我們看這麼慘的歷史背後 我們都要知道 原來這個人 或者是猶太人 他們表述 說回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態度 都是用一個盼望的態度 就不是絕望地散場 沒錯 他的建築文到最後 大家看到圖中間 那兩邊原本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就好像一本書一樣打開了 他們說到 已經是 怎麼說 走到隧道的盡頭 一個光 看到光 一些圖畫 所以都很厲害 我覺得這些是 可以將概念 放在設計裏面 再放在建築物裏面 是很高層次的 其實有點像我之前所說的那種 他跟你有共鳴 然後令到你會記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講故事的設計 非常之好 Anyway 講開又講 想說什麼 我們夏大華有兩本書 跟猶太人大屠殺的苦難 是有關聯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其中有一本是把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跟猶太人大屠殺上所受的苦 作為一個平衡的並觀 兩個比較 一個類比 我自己也覺得很震撼 所以也推介給大家看 好 這個 Yad Vashem 旁邊還有另一個 都是跟死人有關的 那是什麼 我想不到另一個字怎麼說 有什麼可以說 就是一個墳場 OK Yad Vashem Yad Vashem 離開舊城遠遠地 再等等 在這裡 Mong Hertz 你看到克次 不是只有一個次的嗎 克次什麼山 跟Mitspe Kerem中間 不用在黑次 在乞丐山進去都可以看到 沒錯 就是這個 剛才我看到了很長地的 好,在乞丐山,其實在猶太紀念館旁邊 是什麼呢?是以色列國家的軍人墳墻 其實是這個國家的重要人物 軍隊的列士 包括以色列頭的八個總理 除了第一個之外 第一個被撞在南地 阿夫特達,在阿夫特達 其他總理全部撞在這裡 而每一個打仗裡面喪生 以及作為軍人去喪生的猶太人 有一個部分是講解 以色列的軍事 就是這個建造物 軍事的故事 而在牆上寫滿了這麼多年打仗 即是殉國的每一個士兵的名字 有些當席的議軍會帶你去看 你可以搜尋一些圖文 可以搜尋什麼人撞在哪裡 哪個位置等等 小弟就有一個很景仰的以色列人物 他是一個將軍 又是一個考國家 他的名字叫以戈Eliadin 所以當年去以色列的時候 很想去一去這個 重要的英雄的墳墳去景仰一下 他就找了這個軍人墳墳去行一下 那麼實补有趣的 其中一樣那裏的傳統就是 其實每一個墳墳都是一個花草 中間有些植物在裡 你去到時候 做什麼嗎 即是我們中國人去掃墓 在軍人墳場不是去掃墓,是去種東西 去淋花、種一棵草,令墳墓更漂亮 走過的人就會感覺有人去關心他,有人去紀念他 對於人的記憶在活動上和植物上有一種生命的氣息的感覺 在那裡延續下去,我覺得那個意義很好 對比起我們華人圈子、華人文化中的掃墓 經常都覺得很慘,可能有些人不覺得慘 燒兩支香燒衣紙,吃魚豬很開心 但在猶太的角度,我覺得那個意義好像更大 當然不是說全部都是這樣 我記得我開始走的時候,因為它的範圍也很大 走過一個部分是一些近年才在一些恐怖襲擊裡面 或者一些軍事行動裡面去喪命的一些年輕的士兵 走過有幾個,他們的朋友家人還坐在那裡 哭得很淒涼的 你看到很多人可能是十八、十九歲 在打仗的時候就死了 也有一些這樣的場面看到的 我自己也覺得很深暗的 你看到十八歲的年輕人 就為了國家,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我覺得他們很著重說的是 就是我們要保存對這個人的一個記憶 嗯嗯嗯 我也覺得一些過去的人 他的生命可以延續在我們的腦裡面 我們的記憶 我記得那個人,他就一直活在我的記憶裡面 他就沒有離開過 其實還有猶太人他們,甚至西方人他們的記憶很特別 他們會在那些墓上放一些石頭 譬如有些墓,可能沒有人打理 可能那個墓的主人已經 他的家人已經可能移民了 但他們都在那些沒有人管的墓上放一塊石頭 代表我不認識他,但我都來過,我紀念這個人 就是acknowledge他曾經存在過在這個世上 是的 我覺得那個意義很好 對於活著的人的意義更加大 沒錯 大家可以看這篇文章 小弟當年去完這個 雅丁,即29日癲的 目前有感而發 寫了一篇這樣的文章 這個個人的感受 分享色彩比較重的一篇文章 即是開心一點的東西 我也很鼓勵大家 有多空餘的時間可以去看的 就是這個猶大街市 嗯 街市 猶大街市 在馬哈尼耶胡達市場 是耶路撒冷,即是舊城以外 應該是一個最多人 最熱鬧的地方 其實感受當地最好就是去逛街市 沒錯 或者逛超市 超市街市 超市都沒有那麼厲害 這個街市市集那種的氣氛 那種味道 那個感受各樣都很獨特 很當地 沒錯 我住以色列的朋友已經說 現在遊客化了 很多店鋪開了很多餐廳 開了很多喝咖啡喝啤酒的地方 整件事的遊客氣氛重了 比起10年前 20年前 但我依然覺得是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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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 那你說這個 什麼事 你說開這個市場 我就想起有個Youtuber 他有個頻道 就是講這個市場 沒有什麼人看 沒有什麼人訂閱的 你看看多淒涼 154 有多少人看過 37次 比借無報更差 真的嚴重 我們那些 嚴重 越來越有 但是這個頻道是很有心的 我看他的事都很 你看看小朋友行山片 盡力 盡力 多厲害 100個view都不夠 然後呢 逛街市 街市片真是很有現場感 看到當地的人 買東西是怎樣 他們會買些什麼 現場有些什麼土產 就是很當地的感覺 OK的 這個是一刀沒有剪版本 如果沒有記錯 厲害 這些拿獎 一鏡直落 你看又有小朋友 又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看 好啊 那求求大家去看 扣一下 當然 起碼第一條行山片 要過100 還有兩個view 差兩個 也有些過到100 賣向300 這個不錯 因為那個題目比較特別 遺禁品 即是人們都是喜歡 一些犯罪的 對 即是你說那些 踩界 犯罪 那些 不做得的 我們不說是什麼 大家去按來看 看完就知道 不說是誰 也不說是這個名字 也不用專程搜尋這個名字 也不用看這個是誰 沒錯 還有一件事 可以推計大家去看 剛好這個頻道也有介紹 就是這個野路撒冷的城牆 即是這麼巧 對 這麼巧 經常做這些事情 自己去完之後就叫人家去 好東西我才叫你去 不好那些就像剛才那些什麼show 噴火噴水 就叫大家不要浪費錢去看 不是噴火好的 好東西才介紹 所以這個野路撒冷城牆 就強烈推介大家去走 不過如果你有位高 那就差一點 因為有些位置 都離開地面很高 鐵的欄杆 就沒有剛才會堂那麼漂亮 沒有鐵騎樓那麼穩固 對 有一點點感覺 不是很穩固 當然 你走的地方 是石 即是一個石牆的頂 沒有問題 但是 旁邊的扶手 是有些位置 是動著動著 所以 都有點害怕 小弟有一點點位高 真的不是很嚴重 不過見到有時候會腳軟 在限城牆是有一點點感覺 但是很推薦大家走的 一個入場費 可以出去還是回去都可以 即是可以來回出入城牆的部分 因為其實那個城牆斬開了很多折 每去到邊洞城門的時候 它就會停了 你就要走下來 你可以走到差不多去吃午餐 然後再走上去 它有分南北兩部分 同一張ticket 一日內可以分兩天去 這樣 所以都挺值得玩的 可以 先加個標示 可以 其中一個我覺得特別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進去 舊城一些 你平時不會看到的地方 因為在舊城裡面 那些小街小巷 你走的時候 你在地面的層面 有很多東西你看不到 尤其是人家的後花園裡面 你不會看到 因為它關上門 你也看不到 但是走窯窯 居高臨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原來人家的花園裡面 有些什麼東西 那個位置有些什麼東西 那麼有趣 你會發現 舊城裡面有一個足球場 有一個藍球場 平時我們在舊城裡面 不會知道有這些存在 但是走窯窯 就是走城牆的時候 就會看到 所以都很推介 這個城牆 怎麼說 耶路撒冷 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的 即是 即是 立刻留言 聯合國教科文的 世界文化遺產 其中耶路撒冷最出名就是 這個城牆 一個十五世紀的城牆 能夠保存到今天 這個就是它的 這個城市 入世界文化遺產的 那樣東西 所以就 鼓勵大家都可以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之外 也要看一下這段影片 沒錯 立刻多了個view 挺開心 好 除此之外 是不是還要介紹另一個好朋友 好啊 那個厲害很多 這個專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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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我們兩個層次 你介紹一下他 你認識他 這位朋友 我們台灣的一位姊妹 她的頻道的名字叫 以色列美國 可能大家在Facebook會比較見得多些 她的文章 或者她的post 很小 但除此之外 她的youtube頻道 也有很多影片 都值得推介 大家都可以按你看看 那就是講普通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講國語 對 我自己覺得她的網頁更好 很棒 她有一些 以色列的自助遊 即是自己自有行的一些 攻略 秘笈 教學 我覺得全部都是 第一 好更新 因為她新在以色列 第二 就是她的資訊 都是幫助 很多時候 都是從一個幫助 大家省錢 去的角度去出發 即是怎樣可以 因為其實以色列 你未去過 去過那些 就會知道 其實都幾貴的 生活費 食物 乘車 各個各個都比 即是比香港來講 一定是很貴 可能比台灣的水平 也是很貴 所以她的出發角度 就是怎樣去幫大家 可以在 玩得多東西 參觀很多不同的地方 又可以省點錢 我覺得都很好 嗯 這樣 她有一個是 旅遊攻略 好像有一個是自助 伸手入門 交通 各樣都很詳細 沒錯 基本上你刨了她的網站 你自己去走 已經玩到很多東西 知道很多東西 很棒 交通 我覺得她的交通 都很詳盡 本來我們打算介紹一些 不用了 你有興趣自己去看 自己看 自己看 還好 有點懶 我們 我們推介資源 找到好東西 就不用自己做 值得推介 沒錯 沒錯 好 想幫她加一下Like 加Like 訂閱 訂閱 哎 都追過人 按一下鐘仔 全部 教你怎麼做 Refresh一次 看看會不會變5241 沒有的 沒有的 怎麼搞錯 假的 哈哈 哈哈 投訴 立即不訂閱 取消訂閱 哈哈 立即取消訂閱 哈哈 取消訂閱 取消 搞笑 這麼無聊 不行的 沒有加沒有減 是不是不是即時的 不知道 兩天後 總之沒有理 訂閱 總之 我記得我看美國她的片 其中有一些都值得大家留意 譬如 今天你說開 有些朋友很想去以色列 譬如她想自由行 甚至乎她想stay behind 可能都會找一些Airbnb 其中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就是如果那個Airbnb的屋主 是一個猶太人 你就要嘗試了解一下 她家裡會不會有些器具 而特別處理 譬如他們有一套是用在煮牛奶 另外那套是煮肉 千萬不要用錯別人的東西 以免失禮兼且令人不喜歡 搞壞了人家的東西 那就不要了 另外就是 各位去以色列的朋友 記住你入境的時候 拿到那張藍色卡 千萬不要遭遇 千萬不要遭遇 這也是其中一個她提醒大家 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現在那張是甚麼來的呢 那張藍色紙 以前我們去任何一個國家都好 你去旅行的時候 那個海關入境的時候 就會把印印在你的護照上 就是撲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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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 以色列就有個問題出現 就是因為 我們這些外國的護照 譬如我去過以色列 以前你去其他一些穆斯林的國家 是會遇到困難 甚至乎不讓你入境 所以以色列看到有見及此 他們就決定不再吸入你的護照 如果沒有那張紙 人家不會知道你去過那些地方 那就不讓你入境 所以那張紙 那張紙其實是你的Visa 即是你能夠在這個國家逗留多久 各樣都寫在這裡 你甚麼時候入境 在哪裏入 都寫在那張紙上 所以千萬不要不見 千萬不要不見 不見就很麻煩 不見就當你偷渡客 那就做黑工 那就留在以色列 沒錯很容易處理 就是捉進去守身 以色列的守身 守身就是魚肉 不穿三手 所以守身就是魚肉 任人就魚肉 好可憐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不是你說 呼籲一下大家 留下言 留下言 首先是要留 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上兩個禮拜 那五十個 我們還差三十多個 四十個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去那裏留言 如果未留的話 我覺得 我懷疑很多人都聽不到尾 就已經收了線 受不了 所以沒有人知道 最後我們在說什麼 有什麼意見 就給我們 我們真的不是專業 播音員 DJ 可能我們說話 有些不清不楚 一塊二塊 聲音不太好聽 聽到一個還沒睡醒 一個就快睡 兩個在異地 然後說內容 久不及八 兩個謀利 那些又有延遲 那些 對 延遲才可慘 希望大家健量 但都留個言 給一些意見 之餘 又告訴我們 可能你們想聽些什麼 我們什麼都說過 設計 旅遊 考古 拉比 拉比的 都說過 歷史 文化 都說過 小小 大家喜歡聽些什麼 喜歡看些什麼 不妨告訴我們 我們就盡力去搜索一些資料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小弟學業就發網 如果你發覺有一集 那天的主題 是跟聖經研究有關的主題 很明顯 因為我沒有時間預備 然後隨便立些功課來講 你聽到 不是的 功課都要很多東西預備 就是預備一份功課的時候 順便拿來跟大家講幾句 其實這些我們自己 學到很多東西是真的 專家去讀書 專家學的東西 我們這些平民普通人 已經是很高深很高尚 沒有說專不專的 老實說 那些東西全部都在網上都有 是拿不拿來看的 讀過就專家的 你說去過以色列就專家 去過以色列就是專家 讀過書 看過那樣東西的文章 你就是那樣的專家 做過考古考古學家 有些人就是這樣 又說又說 不是的 有些是未做過考古 都說自己考古學家 這個才離譜 有些人做過考古又很乾淨 那些就真的是專家 厲害 不說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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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下集的話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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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有些人 首座 再見 看見 有些人 有些人 那些有些人 有些人